奶油好像渣奶 我家有又好像 我會買一大盒 一個接一個 這是我會回購的 這首吧你們 這是我喜歡 推推 很像在吃衛生紙耶 我不信我不行沒有味道 我不要錄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真 1月份的時候呢 我剛從沖繩回來買了一大堆的伴手禮 所以今天呢 就要來跟大家一起開箱 16種伴手禮 畢竟我一個人吃還是有點太不客觀了 我是帶著對沖繩的回憶以及情懷 所以呢今天我就邀請了我一位美食影音創作者的朋友 來跟我一起開箱 順便讓我學習一下怎麼樣介紹美食 那就歡迎我的好朋友Nemo 哈囉大家好我是Nemo 其實我的詞彙就是有 好吃 然後Q彈 彈牙 粉嫩 你有去過沖繩嗎 沒有我之後去過大阪 我可以稍微介紹一下 沖繩三寶就是紅玉 然後雪岩 黑糖 路上就會有很多這系列的周邊產品 紅玉是什麼 紅色的蛋嗎 紫薯 紫薯 但是今天我就是 紫薯最重要的產品 我沒帶到 色澤澤的健忘 蘸星座肉粽 對不起 對不起 當然在路上還會看到很多 像什麼苦瓜 鳳梨啊 或是香檸 就是有點類似我們荊棘的東西 那今天呢 這16種伴手禮裡面 大部分都是我隨便買的 忙買 對 忙買 就是看到沖繩限定 就買 買 挑一個你喜歡就好 我剛剛看這個 覺得很像白色戀人 白色戀人很貴 就是在台灣買 所以去日本一定必買 包裝就很有誠意 你要送人就很有面子 這一個是八個 香 香 好吃 脆 軟 有奶味 推推 一陣沈默 怎麼沒有白色戀人的那種 啊這個 比較淡 而且它的奶油味跟白色戀人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孔雀餅乾的那種 卷下酥的那種 對… 它餅乾很脆 沒有吃到什麼鹽味啊 它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味道 不會不好吃 但是可能吃兩個會膩 兩個就膩喔 我還是比較想白色戀人啦 好那我們現在第二盒就來試一下這個 這個比較好吃 奶油的味道真的很像 像 但是這個 比較知道在吃什麼 它的餅乾比較厚之外 它的餡料裡面是有顆粒 你是可以咬得到東西的 裡面的顆粒好像有一點鹽的感覺 嗯嗯嗯 有如它包裝上面做的血液 我在機場買是1100塊日幣 換算台幣大概是 236左右 會回購 OK 下一個 它可是它拿點鹹的 這個感覺很特別 我就知道你會喜歡這個 因為我就是為你而買的 它就是一個非常喜歡吃蝦 又很喜歡吃辣的人 是芝蕙 它是薄薄的 摸起來顆粒顆粒 看起來很像 鍋巴餅蛋 脆版蝦餅 然後有一點點辣 一點點而已 非常適合配啤酒 嗯嗯 因為喝酒的時候就想要咬東西 辣開始回來找我了 而且是從這裡 有人問我說辣不辣 我就問我不準 因為我們會吃辣的人 就是覺得 喔還好啊 我就說還好 然後別人一吃吃很辣 吃完甜的 吃完辣的我們來個苦的吧 好 苦瓜嗎 苦瓜 我不太吃 苦瓜乾感覺好像台灣沒有看過 所以就買買看 聞上去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欸 好苦瓜 前面是有點鹹 苦在後面 就辣一樣在後面 把它全部咬完之後 來了 回來了蠻快的 但前面一吃下去沒有 我覺得會買它也是愛吃苦瓜 的才會買 吃這種當零食 又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罪惡感 嗯 就很健康的感覺 健康 下一個我們來點什麼呢 這個好了 我剛剛覺得是超特別的 苦瓜翻譯吃了不會發出聲音的洋芋片 然後覺得很酷就買了 看起來很像要料理才能吃 因為它還說在這個上面撒 胡椒、飯糰、煮湯 配入菜的東西 對 嗯 入口即化 很像在吃衛生紙欸 我牙齒還沒用力 我用舌頭用 真的不用牙齒 用舌頭去吐吐 去吐吐 它就融化了 危險 我覺得有點像爆米花 很耍水的 沒有負擔的感覺 開 Next 紅玉好了 人家的特產 會買這個只是因為它是柏爾加的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柏爾加牛奶糖 所以我想說柏爾加出的應該不會累到哪裡去 嗯 我覺得它看起來超好吃的 巧克力味哪有有紅薯味 這個我喜歡 你喜歡這種食物 我喜歡 就是那個那種 砂鍋味裡面那種軟餅乾 我很喜歡軟餅乾 我喜歡軟餅乾 但是我不喜歡這個味道 這是巧克力豆 然後外面是枝薯 然後又是軟餅乾的口感 我覺得很好吃欸 它讓你失望了嗎 柏爾加 沒有到失望 但是就是沒有我期待值那麼高 口感我喜歡 但是味道我還好 所以說嘛 似乎就是很主觀 Next 大家去重申也都會買的東西 這個是Jimmy's 這個Jimmy's 它是在美軍基地裡面的廚房裡面工作的人 做甜點 然後後來自己出來開店這樣 為什麼可以查這麼多資料 要 因為我們吃的只是行李廚 好怕喔 總會有八個 嗯 然後綠色的是兩個 其它是個菜 看起來裡面是有 蔓越莓堅果 我的看起來就是都是巧克力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它不會太甜 很濃的巧克力 可是它不是很甜的那種 嗯 這個好像還有一點葡萄乾 不要太怕葡萄乾 我的這個有軟軟的有脆脆的 不會太甜 然後又微微有蔓越莓的酸出來 然後和它那個甜 欸這個綠色的還不錯欸 我覺得以像這樣包裝的食品來講 它是很好吃的 口感跟它的味道分數可以提到非常高 嗯 我覺得這很高分欸 我們現在來吃一下紅色的看是什麼口味 聞起來是肉桂味 喔 你敢嗎 我敢啊 肉桂味 但是它看起來葡萄乾很重 你怕了嗎 我怕了 不行啊 身為一個YouTube創作人 感覺我不是九北直掛的 我可以挑食嗎 是滿滿的葡萄乾我很害怕 好多欸 好多喔 你要把它養一下 我喝看看 我真的很不喜歡葡萄乾 它是有堅果的 我不信 啊 我不信它沒有味道 講不下去 你咬到葡萄乾 它這個葡萄乾味我覺得很重 好啦我來吃我的吃 欸我們都還沒吃到那個欸 香泥欸 然後這個是我在全家看到的 好香喔 它的量子 這個包裝來說是一半 它感覺不太膩欸 有一點點鹹 清爽型的洋芋片 我喜歡 這絕對是一個人來吃掉一整包欸 太Netflix一定很讚 你看我一個接一個欸 這個 麥 包裝也是太大了 來算它裡面有幾顆吧 算得出來 真的算得出來喔 9 11顆 它筋體味更重 我覺得跟洋芋片比 像淋味啊 我一直說人家經濟 更酸欸我覺得 嗯 是好吃的 下旺旺的那種的口感 它鮮酸鮮酸 洋芋片的口味 然後再加重 大後擺 欸這好鹹喔 對 但我還是吃完了 這個我就純粹是 被它的外包裝吸引了 一場很多人在買 我就跟買 你說別人也都拿這個喔 對喔 就是放在C味這樣 一盒裡面有五包 很大包 是不是一大塊啊 各位觀眾 好 走 喔喔脆的欸 嗯 它裡面有那種很像蜂窩的那種 洞洞 嗯 有種餅乾的 Seven就有賣的 紅包裝到那個巧克力的裡面 對 就是這個 它是稍微有一點微苦的黑糖欸 嗯 但這個一個人吃一個 可能有點太多了 很甜 這好適合配牛奶喔 去茶可能還好 我覺得這配牛奶 應該一起棒 套下去 嗯 這個我會回購欸 我覺得它是好吃的 OK下一個 這個是沖繩很有名的啤酒 他們家出的花生 所以你有在那邊喝他們的啤酒 每天都喝 我每天都去超想找不同口味的 因為他們就是會有很多的特性口味 百山果啊 鳳梨啊 櫻桃啊 蘋果啊 每天都換一種 我們就是因為喝酒變好 對 這絕對就是下酒菜啊 三種花生嘛 吃不出來 我們還太嫩 我想喝酒 吃東西然後就可以講 這個是怎麼樣烘焙過的 對對對 可以吃得出什麼中筋高筋 我覺得很厲害 對啊 原料有什麼也都吃了 什麼香料有什麼 我還沒滿 那你形容美食是哪一種類型的 味道 酸甜苦辣 直覺型的 對直覺型的 有一些人是畫面派的 彷彿正來的是懷力 另外一種是抽象形容 就是這個東西吃起來就很溫柔 我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我也很佩服那一種 我好像沒辦法講出那一種 我覺得食物確實是要經過形容的時候 你讓它有一個故事產生你在吃感 就會有不一樣的情感 不一樣 好我們來下一個吧 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我們的花生糖 我買這個是因為大家都會去古語印尼島 那邊吃瑕瑕飯 然後我點了一個他們的巴西碗 然後它裡面居然放了這個很像花生糖 我就覺得天哪太特別了 然後我在超市看到我就買了 台灣VS 沖沖 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嗯 它的糖是脆的耶 台灣會有一點麥芽糖的感覺 但這個是糖葫蘆的感覺 是好吃的而且不會膩耶 彷彿走在健康步道上 因為一顆一顆的是不是 還不是味蕾吃起來的感覺喔 是這個的形狀 紅腸加硬 它的黑糖我覺得應該是不一樣的做法 等一下過年拜拜的時候 紅色跟白色的那個 對對對 那個紅色白色比較好吃 這我不喜歡 它有一個好味 這個有一種 好像放太久的味道 我剛才說有好味 嗯 一點點 它沒有花生的那個香味 這個好吃很多 瞬間就剩下了最後的五個選手了 但是因為這兩個不算啊 因為這兩個是我朋友買的 然後我純粹想要讓它搶一搶而已 所以這兩個不算 拆這個好了 好啊 把蘭酥 把心餅乾 一盒有十包 它的餅乾長得像冰淇淋甜筒的那種 餅乾好脆喔 可是我吃不太好它奶油的味道 它奶油啊 如果有事物 奶油好像渣男 好像有又好像 我有看到它 可是我好像摸不到它 吃起來沒什麼感覺 欸可是我看到你啊 好會形容美食喔 是不是 奶油只是讓你潤泥潤而已 就不會讓你乾 哦 對對不對 有這個作用 但我可能不會再買 因為它很渣 沒有這個味道我就還好 就不是沒有買回來會可惜的東西 好吃但是 好像沒有必要特別扛回來 嗯 好的下一個 香檸口味的海酒 它比一般台灣的海酒 尺寸更大耶 10顆 10顆 是香精的味道 就不是自然的味道 嗯 好荊棘喔 而且甚至它是有荊棘的苦味耶 是有點像你在吃整顆荊棘的時候 不小心咬到它的刺 非常咬破的那個苦味 那應該不是香精吧 它搞不好整個真的是荊棘 不可憐啦 你其實是調的啊 你要自己調成這樣 酸味料 乳化劑 黃色素 很象徵的荊棘耶 味道還原的蠻好的 不會像一般的海酒那麼死甜 我覺得這味道蠻好的耶 蠻不錯吃的 可以 這個的話我會回購 而且我會買一大盒 然後就分送了一點 對 再推 好 最後一個 這個東西呢叫做金柱膏 然後它是 太甜了 只能看一坨卡在一起 我不要錄了 好像就我練了喔 這個呢叫做金柱膏 其實在琉球王國時期 流傳下來的點心 以前是只有貴族 可能重要的節日的時候 可以吃得到的東西 然後它是用豬油啊 砂糖 麵粉 這樣做的 然後我會買這個口味 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去吃了一間餐廳 吃完之後也完 照它給我們的一個小小的伙伴 所以我想說 既然那個老闆娘都這麼有自信 然後這個口味 表示它就是最棒的 而且我剛看到它日期很短 下個月就夠期了 還是放兩年了 不能久放的 感覺很容易粉碎耶 小糕餅的那種感覺 濃濃的奶粉味 用眼睛看它是閃閃那樣在發光 真的有 真的有 鼻涕鼻涕的 淡淡的奶 淡淡的鹽 這感覺像是阿媽家會出現的東西 對我來說太甜 我會加那個紅薯比較甜吧 因為那個我是軟餅乾 軟餅乾有不同的標準 而且其實我們吃那麼多吃到後來 那個味覺有點疲乏 會有點不準 我覺得如果它第一個吃的話 我會覺得它很好吃 可是我現在會覺得比較平凡一點 最後的就是兩個酷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跟沖繩沒有關係 純粹我覺得它很酷 就是蝦味鮮然後外面包裹的巧克力 剛剛聞起來的巧克力是苦的 好特別 有蝦欸 很酷的搭配 很奇怪 他們不應該在一起 沒有吃過可以吃吃看 但它是一個場鮮 最後一個一樣薯條三兄弟湯家出的 然後沖繩限定的黑糖口味 嘴巴裡面好多味道 好辛苦喔 趕快追蹤他IG 可以給他一個超級感謝嗎 這個我可以 紫薯加上一般黃色的地瓜 嗯 棒的 它把地瓜做成薯條三兄弟的感覺 嗯 鹹甜鹹甜 然後有黑糖的香氣 這是我會回購的 OK 像吃過一輪下來之後呢 我們要來排前三名囉 16樣下來的第三名你會給 登登登登登 是我不愛的 就是以沖繩來說 它是那邊的特色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去沖繩 然後又想要買他們特有的話 我覺得這個我會推薦 可是有一點紫薯的味道 對 是有的 對 它的口感也是我喜歡的 如果拿來送你的話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就是具有代表性 然後你個人口味你也非常喜歡的 那我的第三名我應該會給 我應該會給他 我應該會給他 不是超好吃的那一種給他 其實我覺得他有代表性 因為我們今天是做的是沖繩的 就是要以沖繩為出發點 好 再來第二名 這個 因為畢竟我是一個 算鹹食愛好者 半熟禮的話 就是只有甜的話會很膩 所以像這個 它就是有點鹹甜鹹甜 對 而且它這種小包裝 就不會一次中開一大包 然後吃不完就綁起來 下一次吃可能會影響它的口感 重點它是大牌子 你一拿出來 你大概就知道你是去日本買的 對 然後上面有寫著沖繩限定 薯條三兄弟有什麼特別的 欸 它不一樣 它是底瓜 我的第二名是 這個 我以為它是你的第一名 我的第一名你應該會買意外的 一樣也就是薯條三兄弟的東西 就很有特色的口味 有一些洋芋片你一吃完 就覺得等一下我馬上就要講痘痘了 但是它就是會覺得 好清爽好清新的感覺 所以我的第二名我會給它 我的第一名就是 就是它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是我的第一名 一定會再買的 對 其他的話就撇不撇除不說 因為這個就是超商就有嘛 對 然後它又有特色 然後就像你剛剛講 它就是吃起來是很清爽 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對 的洋芋片 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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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缺點就是帶回來不好帶 因為它就是胖胖包 對 它如果可以做成像那種品客的話 我就覺得蠻讚的 喔 條狀的話 對 搞不好走走看會有嗎 也許 這是我的第一名 我覺得大家去重慎的話 可以買的東西 好意外喔 對 我也覺得蠻意外的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是我 本來就是不看好 我只是單純覺得你喜歡吃蝦跟人 結果異味成為你的第一名 也有可能 因為它是我們今天唯一 真的算是比較重口味鹹的東西 所以它的印象讓我非常深刻 它是有辣香 但是不會辣到我覺得弄不掉了 就是很剛好真的很適合配酒 然後logo上面印的沖繩 就是我就是吃包裝的人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我們的特別來賓Nemo 記得也去追蹤他的IG 點個追蹤 點個分享 如果你今天想不到要吃什麼的話 就去看他的頻道 那最後呢 我們就要用你的方式來結尾了 你知道我有特別練習 真的假的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可以的話也可以留個言 會讓我更有動力拍影片的喔 如果是罵我的話就不用了 謝謝